由中华文化创意传承基金会和美国梅拉诺文化演义中心共同主办的2023年第六届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正式开幕 本届艺术节得到了南加州当地明写官员洛杉矶郡政府等的大力支持与肯定 美国加州参议员苏森努比奥美国加州财务长马世云的代表以及蒙特利公园市议员饶饮凡 西科文纳市市长吴同怀亚海地亚市长郑伯仁等均为艺术节颁发了贺壮 根据主办方介绍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是一项旨在推动中华文化以及东西方音乐 传统艺术等领域的深度发展的文化交流活动 本次艺术节的参赛选手年龄化度从3岁到36岁之间 他们将在热烈的现场气氛中积极展示自己的才华 我觉得传承杯起码这个名字用得也非常好 因为我们要传承中华文化 从我们的教绩的爸爸开始 然后他传承了 这点我觉得非常好 然后我们现在要继续传承 因为我觉得中华文化非常需要传承 我们的中华的文化非常精深 而且我们现在在美国 我们也很希望把中华文化传到美国来 开幕式上组委会特邀美国中华国乐团青年鼓针演奏家陈浩伟和芝加哥大学学生薛白 共同演奏小提琴与鼓针梁柱化蝶 美美会无道无茶文化空间的妙心女士进行了茶艺表演 中国驻洛杉矩总领馆文化参赞王太玉也出席了当天的活动并发表讲话 这次的艺术节和以往一样 我们有声乐 舞蹈 戏曲 书画等各项比赛 当然还有古老文化多彩飞鱼 那么今天是7月29号 我们已经启动了传承杯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式 也期待大家能够在8月13号到森盖部的喜来登酒店 来参加我们的传承杯国际艺术节的闭幕式以及颁奖典礼 艺术节主席苏菲在当天表示 本届艺术节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各大文化传媒和艺术院校的积极响应 以及企业的支持 他感谢了联合主办方 美国英龙传媒副总裁卢威 和Sightron Global美国诚意策划CEO邱维嘉 同时他也向联合学办方心力教育的Wendy Wan 加州创意表演艺术中心总裁 盛伊利等人颁发了感谢状 凤凰卫视唐子如洛杉矶报道